台灣內部有人不支持台灣 賴斯堡說 賴斯堡說什麼 他說越來越多朋友 國際先哈颱風 賴斯堡竟然說 這個茶槍走火風險會升高 哪有人朋友越來越多 我就容易打仗這種事 我覺得盧莎葉的發言 的確促成了 這個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大團結 一次惹老半個地球人 對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中國當然也知道那個狀況 說趕快發一個聲明 而且中國的聲明 外交部的聲明 是只發法文 他沒有發中文 對 就想說 至少在中國國內 我假裝不要讓人民知道 這回事情 對 他又發法文 然後發法文就說 那個是盧莎葉的個人發言 我的媽呀 你駐法大使還有個人 你明明是代表大使身分上電視 接受專訪的 然後你說 那個是他個人發言 就他知道事情有點大條 然後你知道吳志忠啊 這是我們的駐法大使 我昨天訪問他嘛 他就說 以前啊 以前人家看到他喔 就有點像 看到鬼啊 就是嚇得要死 你說吳志忠以前在法國 吳志忠在法國當大使的時候 我會人家敬酒看到他 就假裝沒看到跟別人敬酒 就是其他國家的官員 或者是這個民意代表 看到他就會有點緊張 對 為什麼 因為怕中國生氣 可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他的邀約不斷 然後他說 前一陣子 有一個某大國的官員 就到法國國會去訪問 然後結果呢 就跟吳志忠擦身而過 然後因為那個大國官員 不知道吳志忠是誰嘛 結果就過了 後來過了到門口 已經要離開囉 結果他用 咚咚咚咚咚咚咚 蹦蹦蹦地跑回來 然後就抓著吳志忠說 你是台灣大使對不對 我真的很高興 在這邊見到你 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時間 我們來談談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台灣 多一些經貿上面的合作啦 等等 對 然後吳志忠就覺得 真的不一樣了 整個世界的局勢 都不一樣了 跟賴志保說這樣會 插槍中國經濟併告 對 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但是 然後你知道賴志保 他今天喔 今天是瓜地馬拉的總統耶 率領的整個內閣訪問團 挺台灣耶 今天在立法院發表演說 這也是史上第一次 有這麼高層級的總統 來這邊國會發表演說 那瓜國的總統 講得非常好 他就說 無條件支持台灣捍衛族權 我們絕對是你最堅持的邦交國啦 等等等等 各國紛紛以訪台 來當作一個重要的打卡地點的時候 沒錯 這個時候賴志保說 哎呦這樣子喔 可能會引發戰爭 喔 這個不穩定性越來越高 所以你的意思是 潛台詞就是說 啊 台灣喔 不要交那麼多朋友 交那麼多朋友 因為中國會不高興 那中國不高興呢 就會引發這些戰爭 所以賴志保 你要不要當面跟瓜爹馬拉講說 哎 我跟你講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你來了之後 喔 我們很緊張很緊張 你知道這是什麼邏輯嗎 牛種當面講 這個邏輯是台灣是中國的禁鸞 對 他是我的女人 你出去招風飲碟 我回家就打你 這是這種邏輯耶 對 台灣是中國的嗎 我們台灣交任何朋友都還要先問 對 先問人家中國說 啊 他能不能來 啊 他如果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那不要來 不要來 我們不要交朋友 是這樣嗎 台灣是中國的禁鸞嗎 是 中國的女人嗎 需要問他嗎 就算是夫妻也有各自交友的自由啊 是嘛 就是說賴志保這種齁 這種態度啊 這就是為什麼 國民黨讓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剛剛很多網友要我呸 對 呸你個賴志保 搞不清楚狀況 其實搞不清楚狀況的 台灣內部還蠻多的 不只是賴志保 還包括這位里長 這個誰 這個台中市豐原區的一個里長 你知道嗎 他就掛了一個大看板 這大看板上面寫什麼呢 他說 我愛台灣啦 誰當總統都可以啦 但是 不准有戰爭啦 因為我的孫子才兩歲 結果呢 他PO了這一個大的看板之後 噼哩啪啦 哇 網友一片罵聲啊 對啊 我覺得他這個某種程度喔 有一點像侯友宜的講法 就是 就是侯友宜就說 我們喔 台灣要做一個區域 穩定的力量 可是他們卻不敢講說 那所以誰是引起 區域不穩定的那個力量嘛 對啊 你就大聲講出來啊 然後這個里長 也只敢對內在那邊 對啊 在那邊講說 啊不准有戰爭喔 誰要這種時候都可以喔 我孫子才兩歲喔 等等 那你要不要去跟那個 引發 最可能引發戰爭的 中國講講看嘛 因為是 天安門開步調嘛 對啊 你去跟習近平講 你去天安門抗議啊 說不准有戰爭喔 我警告你習近平喔 對啊 有種去講嘛 因為不是台灣人要打仗啊 對啊 我們沒有要反攻大陸啊 是台灣現在面臨中國 可能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嘛 所以我幫他加了兩個字 我愛台灣 不是誰當總統都可以 對 郭跟侯都不可以 對 因為他們的兩岸政策 讓人擔心啊 好那你知道網友怎麼回應他嗎 網友就說 你把中共滅了就沒有威脅了嘛 然後呢說 啊你孫子才兩歲半 你就想讓他成為器官保溫箱啊 讓他去集中營再教育啊 就是話也講得夠狠的 器官保溫箱 對就是集中營嘛 就是挖器官有沒有 挖腎臟 然後還有人說 你明明是個懦夫啊 還要裝高尚啊 等等 所以我覺得那個 就是你的敵我要分清楚 就是台灣並不是影戰的一方 那所以交朋友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在你們眼中成為一個 影戰的因子 所以你都不要給我交朋友 你通通都 通通不准出門 你每天都給我關在家裡面 不准交朋友 否則就是影戰 可以這樣子嗎 用點大腦啦 不要那樣傻乎乎的 我們都知道外交戰就是沒有延宵的戰爭 可是很有趣喔 這個對於法國來說 這個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耶的發言 最近我們大家討論很多 他去法國 他要卸任了嘛 他覺得自己做件大事 就是把馬克宏 拉到中國去舔習近平嘛 他覺得他要升官了 他就得意了 他就受訪 受訪的話他要操大嘛 他就罵法國主持人沒讀書啦 然後講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啦 然後講烏克蘭是主權未定論啦 因為他們是蘇聯解體的國家 搞得整個歐洲包含東歐國家包含台灣 都去罵他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是 你說其實反而因為盧沙耶這席話 法國人更挺台灣了 對於台灣的幫助更多了嗎 這倒是真的啊 因為其實這個大使 他本來就是問題很多啦 其實他之前 他上一個住的國家是這個加拿大 其實他當時就在加拿大 有非常非常多很糟糕的演員 華為孟晚舟的時候 對對對 他們都說什麼啊 加拿大是個白人主義至上的國家 然後他也甚至在法國 他後來到法國不是講這個 前一陣子他在2021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這個 法國的眾議院的這個 挺台灣的主席 他們想要來台灣做訪問 那這個他們外交部就跑去跟這個 他們說啊 就你們不要不要到台灣來啦 對 然後後來這個法國的學者 就是發文啊發推特上說啊 就是你們這個不可以就是 介入我們法國的一些政治的事物這樣子 你不能這是民主國家 我們要去哪裡是我們的一個 是我們的自由 對 那結果他就直接說啊 就你這個學者是個流氓 然後後來整個法國媒體群情激憤啊 就開始說啊你這是戰狼外交 是 然後他又嗆說 會有戰狼是因為消告太賊 瘋狗太多 所以就說他一系列的這個言語 其實真的是非常嚴重的 對 可是看起來習近平其實沒有很在乎喔 對啊 因為你看他從加拿大 他又升官升到法國 現在又要回到中國了 對 所以你知道他的這個發言其實是被受習近平喜愛的 對 不過在這一次的發言裡面 他也算是踢到了這個鐵板嗎 是 因為在四個小時前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這個外交部主動表示說 啊沒有沒有這他個人發言啊 不是我們的意思 對 但我覺得中國會有這個反應是因為俄羅斯生氣了 對 因為他這一席話真的是惹怒整個東歐國家 對 尤其是這些從這個俄羅斯分裂出來的這些國家 那分裂出來的國家其實也有分親俄的跟不親俄的 那些親俄的應該很尷尬吧 比如說像白俄羅斯 奇怪 就我名跟俄羅斯怎麼好 結果我分裂出來 我主權未定 對我主權未定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所以我覺得這些言語都會讓這些國家感到非常的不滿 你知道嗎 照盧莎爾這種說法 連俄羅斯現在都主權未定 是啊 如果照他的這樣的說法 對 虎丁現在都主權未定 沒錯 所以大家都很尷尬的想說 就你講這個 就你是在偷偷在後面巴我嗎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會看到台灣在這個裡面 我們確實是有機會獲得更多法國人的這個支持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中國你根本就是這來亂的嘛 你以為你的國力比較強 那你就可以來對我們的國家支持點點嗎 我們想跟誰做朋友就跟誰來當朋友嘛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在整個 歐盟要討論對台關係 歐盟討論裡面就是說 六月份因為這一番言語 他想要來重新討論這個對中關係 到底跟中國的距離 跟台灣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角色去來應對 那這個就會變成他們非常非常重要的議程 因為歐盟是一個團結的一個組織 那基本上他們一個對外的這個外交的這個政策 大概都會貫穿到所有的歐盟國家裡面 所以台灣是有機會在這裡面取得一個更高的地位 尤其像這次被講的歐洲國家 比如說部落地還三小國 基本上其實對台灣都是比較友善的 他們在裡面可能就會有一些更多的外交發言 來讓台灣的外交空間可以更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駐法大使 其實前一陣子他也是接受法國比較知名媒體的訪問 那算是一個很大的外交突破 那他在裡面他也提到了 他也是非常堅定的說 其實台灣就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本身就有大使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 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軍隊 我們有自己的這個外交的這個身份 我們有邦交國 所以不需要這個中國來指指點點 其實我們本來就已經是 那這番言語其實也獲得 法國內部非常大的一個回想 就覺得確實是這樣子啊 我們在選擇這個 這個所謂的威權國家 跟這個台灣這種民主國家之間 當然我們跟民主國家作為夥伴 相信整個的 不管是台灣這個地區 或者是在歐洲那個地區 其實都有一個宣誓性的作用 對 就是民主我們要跟民主做夥伴 那在那個地方 在歐洲這個問題 我們他們也是承認 不得承認台灣 支持台灣 也等於是支持烏克蘭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對 其實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當然真的很難想像 就是說 盧沙爾一番談話 搞到歐盟六月峰會 要討論對中關係 這是很簡單嘛 如果歐盟對於中國關係是惡化 那對於台灣關係 那就是進化嘛 又譬如說 中國如果親台 理查 理查是誰 是法國參議院副議長 繼友台小組的主席 而且是法國前任的國防部部長 理查說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法國有很大的機會 將與美國一起行動 以及支持台灣的行動連結 所以其實盧沙爾 你不要覺得說 只是一個人的談話 其實他這樣談話 某種程度 也牽動了歐洲的跟台灣的局勢 不過今天就放大一陣子 好